今天,如果没有一把啪啪作响,闪闪发光的机械键监盘,你都不配做一个游戏少年 但市面上的机械键监盘少则几十块,多则上千元,它们之间到底差在哪里? 机械键监盘又真的比其他类型的键盘好吗? 机械键监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机械键盘就已一统天下 所谓机械指的是按键键帽下方轴体的结构设计,使按键能上下运动 通过金属触点的接触与断开来判断按键状态 1984年,电子开关厂商Cherry发明了一种MX轴 结构主要包括塑料制成的上盖,轴芯,底座,一个金属弹簧 以及两个触点铜片分为镜片和动片 在初始状态下,弹簧将顶起轴芯,轴芯的斜面会把动片向外推 让这个镀金三角形触点与镜片分离,连接着动片和镜片的电路也就不导通 当按下按键,随着轴芯下降,动片的触点就会接触镜片,导通电路,从而触发按键 松开后,轴芯在弹簧作用下又会再回到初始状态 当时,各大厂商都在生产类似的机械键盘 直到90年代,薄膜键盘崛起了 1994年,NMB公司为苹果代工的Apple Design Keyboard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键帽下方共有4层,带有胶碗的硅胶膜,底部涂有导电材料的数量膜 绝缘膜,以及印有电路的数量膜 在初始状态下,最下层的电路是断开的 而当按下按键时,上层的胶碗就会因为挤压让这两层接触 从而导通电路触发按键 松开后,胶碗的回弹会让这两层再次分离,断开电路 由于结构简单,防水性好且价格低廉 薄膜键盘迅速攻占了市场 尤其在追求轻薄的笔记本上,更是唯一的选择 从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最初10年 一直牢牢占据人们的电脑桌 迫使像Alps,NEC,Fujitsu这样的巨头厂商纷纷放弃机械键盘 但发明了MX轴的Cherry却在德国保留得奄奄一息的机械键盘业务 并在2008年前后,终于等来的幸运女神,电竞 对于这些动作迅猛,手速飞快的电竞选手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键盘? 反正不是薄膜键盘,薄膜键盘并不耐用 硅胶胶板的使用寿命通常只有几百万次 而机械键盘的轴体可达5000万次以上 此外,薄膜键盘从火山口结构,剪刀脚结构 再到2015年,苹果在New MacBook上应用的叠式结构 在追求薄这条路上走火入魔 仅有不到2毫米的按键距离 敲击时的手感如同戳杆板 那么这种所谓的手感在机械键盘上有什么具体表现? 以Cherry的轻轴为例,它的结构非常特殊 轴心下部有一个特别的白色塑料套 当按压到1.75毫米时 塑料套会先被金属片弹到底部 然后再被弹簧顶回初始位置 于是在按压时就会出现明显的力度变化 这种轴被称为断落轴 手感类似按圆珠笔还会发出咔哒的声响 不过虽然手感爽脆 但在安静的办公室使用 足以当你的同事换上神经衰弱 此外Cherry通过调整轴心形状和弹簧弹力 还设计有其他轴体 比如茶轴,利用轴心鞋面上的凸体 实现按压的力度变化,也属于断落轴 黑轴,属于线性轴,没有断落变化 且弹簧硬,按压所需的力度较大 红轴,跟黑轴一样是线性轴 但按上去要比黑轴软得多 2014年Cherry的MX轴专利保护到期 这让更多厂商得以靠仿制MX轴 进入机械键盘市场 在电竞选手的高效带货下 这些五颜六色的轴体 对游戏宅男的诱惑 不亚于女性对口红色号的迷恋 我的天哪,这是艺术品 今天,机械键盘已经咸鱼翻身 分走了键盘市场的半壁江山 机械键盘也从单纯的电子设备 变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除了轴体,键帽的材质形状 酷顺的音效灯光等特点 都成了键盘爱好者自诸必较的追求 毕竟,一把昂贵的机械键盘 除了要有好手感 能让人产生成为电竞高手的幻觉 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张美昂 我是宋美成员 如你成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微信、B站极客 搜索、回应跟PayPal 在微信公众号回复键盘 可以获取视频中出现的 轴体专利文件一份 我们下期节目见 被逮到了 被逮到了